好 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部長 還有我們那個退府會今天有來嗎?對不對 退府會他們嗎? 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 請 兩位 退府會 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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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2002年,當時我擔任立委的時候 曾經針對老農民月退縫負擔的部分 我當時也特別提出來說 有關大陸新娘 在我們這些農民朋友過世之後 繼續領月退金的半額月退金的部分 當時我的估算 大概是差不多三百億左右的一個國庫負擔 那我當時就認為這個制度要改革 所以2020年到現在 大概已經過了十年的時間 那我現在回到立法院 我還是要就同樣的問題 來就教曾經擔任退府會主委的部長 那根據退府會統計的一個資料 現在一百年了 中國的配偶人數大概是兩萬七千三百零七人 那我數字假如有錯 我會請退府會能夠馬上跟我指證 那其中大概有一萬零七百九十六人是零有台灣身份證 那這些農民的平均年齡大概是七十三點九歲 那七十五歲的農民大概佔了七成 那中國配偶的平均年齡大概是五十點七歲 所以中國配偶跟我們農民朋友的年齡的差距是二十三點二歲 那台灣的配偶跟我們農民的年齡的差距比較小 大概是差了十歲左右 所以這一個年齡的差距那麼懸殊 一個平均年齡的差距23歲 那你假如在家季平均一命 台灣現在的女性是八十二點六五歲 男性是七十五點九八歲 平均餘命啊這個男生比較短瘦 女生比較長瘦大概是六點六七歲 所以這樣加減起來啊 大概假如說一個農民過世的話 他跟大陸配偶 他大陸配偶的平均餘命大概是三十年 那換句話說大陸的配偶可以領 假如我們領月退的話 他的月天金的半額一半 那這個大陸配偶大概他就可以領 三十年的這個半額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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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退金 那假如他沒有改價 他都符合我們國防部的這個條件 大概他的金額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還是回歸到老問題說 媒體在報導說啊 有所謂的這種粉紅收屍隊 那這個大陸新娘這種粉紅收屍隊啊 嫁給農民之後 那給予大魚大肉 煙酒不居 食補藥補 日夜求歡 那造成說我們這個農民這個這個健康到底 我當然不是指所有的大陸配偶啦 但是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這個恐怕是不是在他的一個道德上的一個動機 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因為 這個台灣的這個退休金 退休制度相當的優渥 所以寧願啊 犧牲幾年 然後嫁給我們台灣的這個榮民 那這個是不是到底是真的愛情 這個當然個案 這個我沒有辦法去評論 但是假如這樣的一個計算的話 以我們現在 這個部長 以我們現在的這個平均退伍會的資料 月退縫平均縫額大概是三萬九千一百九十元 他的遺囑假如領飯額的話 是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元 那一年這個大陸的這個配偶 可以領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元 那假如以現在 現在 總共有兩萬七千多名的大陸配偶的話 領飯額的話 一年國庫的負擔是六十四億兩千萬左右 假如你剛剛我所計算的 乘以這個大陸配偶三十年的平均餘命 那我們國庫 國庫累計負擔這三十年 這個安養這些 這個中國配偶的話 我們國庫的負擔是一千九百二十六億元 一千九百二十六億 所以你假如發給這些大陸配偶的話 你按照平均餘命三十年 我們國家還要負擔一千九百二十六億元 那你部長 假如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那這樣計算的話 我們現在現有的農民 符合我們這個服役十年以上 這些領有農民證的這個部分 現在領月推的比例跟一次推的比例是多少 大概是多少 幾比幾大概是多少 這個請副長 先跟我們部長做個說明 謝謝委員的指教 這個數字我可不可以再會後再給您 不是喔 現在就問你嘛 是領月推的比較多還是一次推的比較多 大概改分比大概多少 一次推的比較多 一次推的比例比較多 大概多少 現在這個數字我手邊沒有 大概有沒有五成或者是四成三成有沒有 現在這個數字 你都沒有 所以領月推的很少 都一次推比較多 是是是 比較多 那是不是這個所謂的這個符合我們國防部相關 因為這個所謂一次退的是不到二十年的 對 不到二十年的人數還是比較多一點 不是我現在在問你的是說啊 假如你是已經領有農民證的這個部分 你十年就有農民證嘛對不對 對沒錯 那你二十歲以上就可以領月推破嘛對不對 沒有錯 二十年以後 這個比例大概有多少 現在比例我現在手邊對這個數字 沒關係拿部長來 部長 現在我也幫你算過一下 假如領一次退 那我們這些農民還有所謂的救養金 那這個農民假如一次退農民的過世之後 這個大陸的配偶可不可以再繼續領這個救養金 不可以 是半額給予嘛對不對 沒有 我沒有給予嘛對不對 救養金的過世以後啊 對 他不能領 他沒有半分 沒有 就是救養金不能領一半 好 所以部長 針對領月推的這個部分 假如 哦 這個大陸 這個 因為 委員一直聚焦在大陸上 對對對 因為現在是民法的問題嘛 對 因為他也可能取這個 國人 也可能取東南亞其他的這些國籍的人 我現在只針對大陸配偶 對 我現在只針對大陸配偶 或者是怎麼怎麼配偶這個不論 但是因為你取大陸配偶的這個大陸新娘 年紀都比較輕嘛對不對 所以他領這一個半額的這個月推崩的這個金額的這個比例 他領的時間比較長嘛 所以才會造成國庫沉重的負擔 我現在委員報告 所以這個問題是出在這裡嗎 我在委員報告 早些年啊 我們 委員有空到 照玉裡去看 早些年這些退伍的老兵啊 他的結婚對象也包含有原住民 也包含有很多這些 弱勢團體 不知道 包含身體不好的狀況 嗯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委員我想你提的意見 我們會請這個輔導會相關部分來研究了 那這個部分都有些歷史上的問題 應該考慮到 部長 我這個按照退委會給我的資料 我剛剛也都跟你報告 我現在假如是以大陸新娘來做計算 他的人數 我們來做一個估算 我現在都沒有提什麼 所謂的這個外籍新娘等等這個部分 對 我是說大陸的新娘 假如說架到我們榮民這個部分 他因為年齡的差距 他因為這個時間的這個計算因素的考量 我們大概國庫的一個負擔啊 這是相當不合理的 現在源頭上啊 在這個移民署裡面對這一個 大陸新娘就是再結婚這個部分 他的考核管控啊 都比 那個跟再結婚無關 再結婚就不能領啊 他假如沒有繼續嫁給我們榮民的話 就不能領啊 對不對 要停下來 這個我都很清楚啊 我現在告訴你啦 現在的公務人員服務法裡面啊 有關這個 遺族領取這個奉起的這個 他有個年齡限制 他有年齡限制 當然有年齡限制啊 他有年齡限制 他有很多限制 包括公務人員這個未改嫁 55歲以上 身心障礙沒有工作能力 或者是這些遺族是未成年子女 等等這個 這個事情不談 學校 我們的行政的版本也送出來 就只有我們國防部啊 我在立法院要求 我比照公務人員這個遺族領取辦奉的相關這個規定啊 就我們國民黨黨團每天都把他擋下來 擋下來為什麼 我懷疑啦 這國防部跟我們退伍會在背後運作啦 對不對 不然國民黨的委員為什麼把這個案擋下來 比照公務員的規定啊對不對 現在啊 我跟部長提醒 韓國 相關規定配偶領取年金的一個限制 是以在職當時有婚姻關係者為限 也就是說你還沒有退伍之前 你娶了大陸新娘 那這個你的規定 這個是受到保障 但是你不能說 已經退伍以後 退休以後 你娶了大陸新娘 然後 我們的榮民朋友過世之後 我們國庫還繼續負擔這些大陸的配偶 伴奉的這個相關的退休金證的紀錄 這個當然不公平啊 對不對 所以我提案要求修改入海公圈 事關服役條例 第36條例的規定 每次都被國民黨幫我擋下來啊對不對 為什麼公務員的規定 跟我們軍人的規定不一樣 這為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特別考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國庫啊 就是因為說我們國防部啊 在相關的有關退休金的這個改革 拒絕 改革嘛 才造成國家 嚴重的財政負擔嘛 對不對 你假如都是你 月退的話 你一年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 國庫負擔 假如負擔他三十年 要大概兩千億 我們國庫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這個部長 你真的是要好好的 真的要好好的 特休制度啊 不太一樣 這個可能在請 部長會提供你比較正確的數據 好 謝謝 部長 謝謝 我們